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让一种曾经不为人质的战机从此变得名声大道 它就是由苏霍仪设计局研制的苏34战斗轰炸机 苏34有一个绰号叫做压嘴兽 这个绰号无疑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苏34的外形特点 它是一种双座战机 但是和其他双座战机明显不同的是 它的两名飞行员座椅的位置由传统的前后布置变成了并排布置 那么这样的设计到底有怎样出人意料的作用 苏34为何会成为此次空袭最丝闪亮的明星装备 它是否真的即将登上俄罗斯未来航母 成为与特务林并肩作战的下一代舰载机 就相关话题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0月5日 叙利亚阿拉泊市一处残破的街区内 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只见一座高层建筑在巨大的烟尘中化为灰烬 原来就在这一天 一架俄罗斯战机从赫梅明空军基地起飞 利用精确制导弹药摧毁了位于阿拉泊市的极端组织总部和一个指挥所 并直接命中了两处指挥官住所 此次空袭让极端组织损失惨重 部分武装分子在逃过一劫之后 甚至禁止撤往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地区 让巴萨尔的政府军得以占领了连接阿拉泊和哈马省的咽喉要地 打通了两地之间的补给通道 此举对整个叙利亚战场的未来发展颇具战略意义 而据媒体报道发起这次空袭的是俄军一种新型战机 它就是由苏火伊设计局研制和生产的U-34鸭嘴兽 该机是俄罗斯空军现役最先进的战斗轰炸机 配备了齐全的高精度武器装备 不仅能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 还可以攻击水面目标 轰炸的精准度比普通轰炸机高出四倍 除了一门内置式30毫米航炮外 它还可以挂在空空空地反舰以及反辐射导弹 还有一系列制导和非制导炸弹 并配备了目标定位器 在必要的时候 苏-34还能够挂在核巡航导弹 对目标进行战略打击 不过虽然部署到叙利亚的苏-34鸭嘴兽战斗轰炸机 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但俄罗斯空军在该地区的远程打击能力 却主要来自宝刀不老的苏-24战斗轰炸机和苏-25攻击机 据媒体报道 自9月30日首次发起空袭行动以来 苏-24和苏-25的起飞架次已经超过1000次 占俄军战机起飞总架次的90%以上 我们看到在这次反恐行动当中 俄罗斯虽然说派出了鸭嘴兽苏-34参战 但是并不是主力 而主要的任务还是放在了苏-24和苏-25身上 这个怎么去理解 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作战环境 一线上用起来最好用的其实还是苏-25 因为苏-25我们知道 过去在苏军的时候 它属于进去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就和美国的A-10是一路的东西 所以实际上它用这种低空慢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打击这种小散目标 效果会更好 那么苏-24这种的过去苏军用是作为战场折断的 就是我把你这个稍远一点的范围 我用火力把这一块的公路桥梁都给你控制起来 让你这个战场变成一个孤立的这样的一个地域 它是干这个活的 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反恐作战当中 它相当是一个在后面撑腰的一个角色 苏-34的攻击目标基本上应该和苏-24相近 实际上真是论低空低速性能的话 苏-34搞不好还不如苏-24 因为苏-24毕竟可别耗脸义的机型 再加上苏-5和苏-24这两个飞机在俄罗斯用的已经很熟了 因为机型相对服役时间很长 应该说成熟的已经不能再成熟了 相对来说苏-24还比较新一些 所以让苏-24和苏-25单纲 让苏-34做一点水队练习 这个是一个挺正常的安排 作为一款战斗轰炸机 您觉得苏-34能够胜任攻打极端恐怖组织这样的一个任务吗 因为这个极端恐怖组织 我们知道它的整个空中作战能力基本上没有 原来是搞过几架战斗机 想组建自己空军来着 后来好像这飞机 头一回起飞就被人去打空军给干掉了 但是它这样的防空火力倒是有一些 不过也都是有中低攻的这种射程的防空火力 健康上当量这可以有 高耗这可以有 再高了没戏了 所以对苏-34来讲 它如果对行攻击的话 对地面跟机攻击的话 基本不用考虑地面有什么威胁 它只要是有足够的航时 足够的弹药 能够在需要的时候 随时出现在目标上空 把炸弹扔下去就可以了 那么苏-34它有特点是什么 飞机比较大 炸弹量比较大 它一次戴的量 比如说在那种小型炸弹的话 它比较多一点 航时如果进行加油的话 据说能够飞到7000公里 一直加油 空下游做算的话 能够也飞7000公里 它可以保证一定时间之内 长期的战机上空盘旋 那么地面部队或者地面共产人员 一旦发现这个目标之后 可以快速召唤 他赶紧过来打 当然我们说 如果是能够发现了 对方的集群目标 比如一个车队 比如重要的弹药库 它打起来更合适了 比如说刚才陈老师也说过了 小洒目标 拿大大弹去炸 毕竟还是点亏了一点 精度也不见得特别高 反正炸一下的话 肯定是能够胜任 胜任是没有问题 只不过用在这个地方的话 并不是在所有场合下 都是最好的选择 有些地方用苏34 可能是偏偏有点杀鸡牛刀的感觉 苏34来到了叙利亚 打击极端恐怖组织 应该说是得到了一次 大显身手的机会 而且即便刚才我们说 它不是主力 但是这一次苏34的表现 确实也让人出乎意料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9月30日 据媒体报道 自从多架苏34 借助图154客机的引故 进驻叙利亚 拉塔基亚的赫梅明空军基地之后 有关这种外形 类似压嘴烧的俄罗斯战机 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媒体甚至专门派出记者 探访苏34进驻的赫梅明空军基地 排到它起飞 降落和挂弹的画面 不过也有媒体 并不看好苏34 进驻叙利亚的表现 他们认为 苏34战斗轰炸机 虽然性能十分先进 但是俄罗斯派遣的数量少 因此能够起到的作用 实际变化 此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 派苏34战斗轰炸机 去打恐怖分子 根本就是高射炮打本子 从苏34战斗轰炸机 可以搭载的武器来看 它主要使用精确制导炸弹 这些较贵的武器 是用来对付高架身命标的 而普通的恐怖分子 只能享受航弹 火箭弹 或者急速炸弹这个待遇 然而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 空袭极端组织的逐步推进 人们发现 苏34的表现十分惊人 有媒体统计 仅仅在10月12日 至14日的48个小时内 苏34共执行了 88架作者空袭任务 甚至达到了平均 每天每架起飞三次的密度 其出行率堪比克机 我们说苏34作为一款战斗轰炸机 但是短片当中 拿它和客机相比 那这究竟是为了表扬它还是贬低它 你要按出勤力算的话 那绝对是表扬啊 你比如说啊 咱们过去空军那个主力 尖气战斗机 原来我有朋友是维护过尖气的 他说那个玩意儿 你要维护起来 你女同志应该知道 假如说你的很多服装 放在一个大箱子里边去 你今天要把最底下一个箱子 一件衣服拿出来 你得把上面的页部 一个一个搬出来 搬箱导柜 是不是 没错吧 你看老间七九这个问题 他一个电子设备 比如电台要更换一下 就把这上面盖打开 把里面的设备一个拆完了 把里面掏出来了 再把它一个放回去 光这一个维护换个电台 四小时就没了 但你的出动力会怎么样 可想是 只不过可能一天飞下来 光这一个通讯电台的一个问题 就得挣它四小时 这还有发动机的维护 人家一架飞机飞三遍了 你这儿还能把一架的 一面飞完呢 人家一架飞机 给你三加油 你说好不好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战斗机 跟美国也类似了 强调了飞机的开盖率 快速自检能力 比如F18 它一降落之后 重新加油 重新挂弹 电源接上一线 就跟我们现在维修汽车一样 电脑一接 马上一个快速自检 没什么问题了 挂上弹 加油马上就飞起来了 所以它出动力越高 实际上这战斗机 反复利用 我可以人休息 飞机不休息 这个的话 我当时飞机很管用了 你们从我们数据来看了 它如果一架飞机 24小时 飞了三个起落的话 它加上空中巡逻时间 就等于这架飞机 没怎么歇 说明这个飞机本身 它很皮实 零件很成熟 不会说因为我连续运转 到时候我记忆故障增加 不至于春生这种情况 这恰恰是 这个飞机设计 比较成熟的表现 那么刚才刘老师 用非常形象的比喻 给我们展示了说 这架飞机可能 维护保养的时间 是非常快的 刚才也提到了 说苏三四 这次的出群率 是非常高的 是什么原因 能够保障它 有如此高的出群率 如果按照小飞的话 接着往下讲 你怎么样能 让它变得这么皮实 维护保养这么简单 变得皮实 一个就是什么 结构的问题 强度的问题 发动机的工况的问题 那么作为苏三四 它实际上在苏两七的基础上 是朝轻轰 或者是远程攻击机 这样的一个方向上 在改 实际上它的结构 比苏两七 做了大规模的加强 那么发动机的要求 实际上不是往上升 是往下压了 性能往下压了之后 你的可靠程度 就会提高 第二个 我们看苏三四 在苏两七系列 出来比较晚 那么出来比较晚 技术上来说 相对也就是说 更先进一些 比如说 你的每次返航之后 你要做检修 那么如果是 你是有电脑的 自动检测的话 你可能这个速度就很快 对 就像过去咱们老车的话 你进4S电 那时候没有行车电脑的话 你减收起来 那你这拆着它 就要有时间 现在很简单 行车电脑我一打开 你曾经发生过什么故障 你什么 从中记录灾案 几分钟的事就完了 这样就能省大量的时间 这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这些原因 才使得这一次苏三四 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当中 显得格外的抢眼 那么作为一款 战功卓著的战机 我们发现最近苏三四 竟然非常出乎意料地成为了 未来俄罗斯航母的舰载机之一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去看一下 10月初 就在苏三四频繁起飞 空袭叙利亚境内 极端组织地面目标的同时 俄罗斯官方公布了一段视频 全方位地展示了 正在研制中的未来航母 在这段时长 仅一分多钟的视频中 除了公开曝光在T-50基础上 改进的第五代舰载机之外 正在叙利亚备战的苏三四战机 也出现在未来航母的飞行侠马上 苏三四守秀叙利亚 强大的鸭损兽 为何与俄罗斯未来航母 结下不仅支援 这玩意要是上了舰 它都在当了航程的话 打击范围一下可过大不小呢 这个航母变成当时 一下穿上好几倍 苏三三UB多次上舰 外形完全不同的海侧位 是否仅仅只是苏三三的教练机 当时俄罗斯装备的苏三三 本来就没有多少 那么你在专门搞这么一个 同级教练型 在造上个若干架 这个东西也有点 太不讲经济效益了 歼15双座机 现身的背后 是否还有更加隐秘的计划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俄罗斯发动空袭 押左兽首次参战 与众不同的苏式战机 将会发挥怎样惊人的作用 实际上真是问低空低速性能的话 苏三四搞不好 不如苏三四 另类外形备受争议 夸张设计 起死回生 曾经被打入冷宫的鸭嘴兽 到底走过了怎样一条 从未曝光的一体之路 一架飞机24小时 飞了三个起落的话 它加上空中巡逻时间 这等于这架飞机没怎么新 11个外挂架 明朗瓦目 8吨弹药 投射死神之吻 重返战场的苏三四 能否成为俄罗斯新一代的炸弹卡车 小散目标 那大半斤就炸 毕竟还是点亏了一点 精度也不见得特别高 我国首款舰载机殲十五 是否正在打造国产版苏三四的秘密计划 沙场推出 浴火重生的鸭嘴兽正式播出 有关俄罗斯未来航母的消息由来已久 走在十多年前 俄罗斯就公布过新一代航母的想象图 而在最近几年 俄罗斯未来航母计划更是频繁曝光 不过相比未来航母的先生多人 俄罗斯下一代舰载机的消息 则显得要少很多 特别是苏三四上线的计划 似乎是首次曝光 那么俄罗斯为何要将它打造成为 能够与特务灵并肩作战的舰载机 舰载型苏三四到底有着怎样 与众不同的地方 十月初 苏三四战机在频繁的空袭行动中 展露头角 其发射的精确制导炸弹 让希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寝食难安 与此同时 俄罗斯官方公布了一段视频 全方位地展示了正在研制中的未来航母 在这段时长仅有一分多钟的视频中 除了用三维动画的形式 展示俄罗斯未来航母独特的双舰岛布局 和庞大的体型之外 还将舰载机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据媒体报道 在这段视频中 俄罗斯一共展示了三种新型舰载机 其中包括在T-50基础上改进的第五代舰载机 和在摇鱼基础上进行放大的新一代无人舰载机 除此之外 在叙利亚战场名声大造的苏三四战斗轰炸机 也成为俄罗斯新一代航母的座上宾 实际上 早在1990年 一架苏三四战斗轰炸机的原型机 在演习中为了助兴 曾放下起落架后 低空掠过蒂比利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 并做出着剑合态 虽然它无法在航空母舰上降落 而这张摆拍的照片 公布之后令西方大为震惊 并断言苏联海军 要在全球作战的航空母舰上 部署高速轰炸机 而早在多年以前 苏霍伊公司 就已经为俄罗斯海军研制了海军型的苏三四 并赋予了它一个全新的编号 就是人们极少听说的苏三二 其首架试验机 早在1990年4月就已经成功首飞 原计划在2002年 全面装备俄罗斯海军 但是因为苏联解体带来的资金不俗 直到2007年7月 俄罗斯国防部才宣布正式接收 苏三二双发重型战斗轰炸机 虽然苏三二仅仅只是一种从岸上机场起飞的海军飞机 但是它的起落架和机翼折叠机构 都按照舰载机的规格进行了优化设计 并且还计划安装至关重要的着舰沟 甚至有媒体称 2009年10月 一架苏三二曾经进行过一次秘密实验 顺利从库斯聂佐铺号航母的华越甲板上起飞 我们看到在最近俄罗斯公布的 未来航母的想象视频当中 那除了我们此前一直提到的特务灵之外 这一次的叙利亚反恐行动当中 表现非常出色的苏三四 也成为了未来俄罗斯航母的舰载机之一 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体现这么庞大的一款战斗轰炸机 它究竟如何能在航母上成功的起降 应该说这么大的家伙在航母上部署成功的起降 计算上来说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苏三四的起飞重量 最大能到40多吨近50吨的分量 对 所以说把它要是有效的部署到俄罗斯现有的航母上来说 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 就是说咱不是说放不上去 也不是说起不来降不下 可以放上去 飞得起来也可以降不下去 但是你是什么状态 你是不是满油满蛋的状态 如果不是满油满蛋的状态 那么你这个意义有多大 因为如果说把它放到航母上部署上去 应该说是唯一的一个好处 就是发挥你的远程的对路攻击能力 把航母作为一个活动的机场平台 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 我可以远程对路攻击 那么如果说你不能满油满蛋的话 你这个远程就要打折扣 你的这种强大的攻击能力也要打折扣 如果要是打完折扣之后 你和一个满蛋的苏33 满油满蛋的苏33相差不了多少的话 你这个上舰就意义不是很大 而且俄罗斯海军目前它这个航母去编队来讲 恐怕更多的任务也不是在对地打击上 更多的应该是对空对海这个中夺上去 对地打击来讲 对俄罗斯海军目前情况来看可能点奢望了 所以刘老师在您看来 在这次俄罗斯未来航母的视频当中出现了 除了特务灵之外 还有苏34包括苏32 您觉得它的意图究竟何在 原来苏34刚出来的时候 西方确确实实怀疑过这玩会不会上街 而且当时一盘算 这玩要是上了舰 你他都在当两条航程的话 打击范围一下可扣大不小 那是那样算的话 苏联洪海军的战斗力 这个航母编战斗力一下穿上了好几倍 当时是挺吓人多少时间 后来当时你还算了看 这么大一个东西 真要是按照陈老师话讲 满油满蛋起飞 咱们不说起飞这问题了 这么大东西 你降落的甲板的冲击力 你这个加强甲板的冲击力 你又不是像美式的这种 弹射起飞的蓝组航母 起飞降落会非常困难 所以后来感觉还是不行 特殊情况下可能也有它的意义 你比如说像二战 杜利特轰炸东京的那种情况 但那种情况就利用概率太低了 碰到那种情况它就有意义了 但是特殊情况绝不是现在俄罗斯 去开发一个武器的理由 它不会就按照过去那种杜利特尔那种玩法 杜利特尔也不是为了把 第五十二作为航母舰载机使用的 它只是一张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说当年美国海军早早有了 一个远程的战斗轰炸机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变数上去 我们说不管苏三二苏三四 真的能否出现在未来俄罗斯的航母上 但是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再一次认识到了苏三四 而且事实上俄罗斯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舰载机计划 2000年11月3日 俄罗斯海军某式飞机地 一架外形怪异的苏三三战机 从地面模拟的滑跃甲板上一跃而起 快速升入空中 从外形上看 这架苏三三舰载机 与普通的苏三三并不太大区别 但是座舱却采用了类似苏三四的并列双座布局 显得臃肿不少 实际上 这就是俄罗斯刚刚研制成功的苏三三教练型号 苏三三UB 虽然苏三三UB只是一款舰载教练机 并列双座的巨大座舱 也让人觉得它不过和苏三四一样笨重 但其实 该机的机动性有可能强于苏三五 因为就气动性能而言 苏三三本身就是苏二七家族中最好的 而幽闭型更是有大幅的提高 与此同时 苏三三UB的生产型 计划装备新型的117S甚至AL41型发动机 动力系统比之苏三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 虽然苏三三UB具备如此多的先进性能和改进潜力 但是它仅仅只在2000年左右 进行过数次地面模拟试验和上线测试 进入2002年后 它就突然从公众远中消失 成为俄罗斯舰载机又一个未曾破解的媒体 其实俄罗斯已经有一款中型舰载机苏三三了 但是我们发现还要打造一款另类的苏三三UB 难道它只是苏三三的教练机吗 它原来是有一个教练机的 苏二十五感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是苏二十五那块飞行感觉跟苏三三毕竟差距还是太大 一个大一个小 速度什么都不一样 你在苏二十五成练完之后 你在苏三三飞 恐怕中间这个差距力还是比较大 所以理想条件下应该是同型机改出一个双座的行坐 教练机是最合适不过的 这是理想条件下 当然如果说你改出飞机放在航空上 纯粹作为一个教练机使 在俄罗斯上它也不合算 非常的不合算 我们可以看到苏三三乌波 我们要叫乌波 它在设计过程中实际上也是要求了这个飞机 有比较强大的对空对海对地攻击能力 甚至从挂载弹药来看 计划中的挂载弹药的丰富程度 甚至比我们现在看到苏三三还要多 换句话讲 它有可能会是什么 这样上不见 这样搞的这个话 有可能平时作为一种教练机使用 真到了战时 旁边那座位的人员 就不是学员或者教官的问题了 可能就是一个驾驶员 一个武器操作员 而且按照我们再往后看的话 一个发展趋势 就可能出现就是一架有人的战斗机 来搭配几架无人攻击机的这种局面 也会出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让一个飞行员 管自己飞机的同时 他要去管极端的架 三四架或者几架的无人机 精力也不好分配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不管是武器操作 还是管别的无人机 都需要有第二个人 来在飞机上进行一个工作 实际上双人机组优势 在这场际系上 而且我们也看到 之前虽然被看好 这个苏三三UB上见 最后这个情况还是不了了之了 这个怎么去解释 一个就是 当时俄罗斯经济上是比较困难 钱的问题 钱景别的都被谈 第二个 需求量本身也太低了 因为它最基本的东西 在平时是作为一个 同级的教练型来使用的 那么实际上 当时俄罗斯装备的苏三三本来 就没有多少 那么你在专门搞这么一个 同级教练型 再造上个若干架 这个东西也有点 太不讲经济效益了 那么至于说 你这个同级教练型 如果没发展出来 其他的一些衍生的型号 你谈不上 对 都谈不上了 那么再加上 最近前些年 俄罗斯又把它的主力舰载机 从苏三三换成了 米格29系列的飞机了 苏三三乌波就肯定是 就歇了 正是由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原因 导致苏三三UB的上舰计划 最终是搁置了 不过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未来在我们国家的辽宁舰上 它的身影将会再次出现 2013年5月 有网友曝光了一组歼15照片 和普通的歼15不同的是 图片中的歼15 采用了串联双座布局 整体外形和苏三灵机为相似 而据媒体报道 这款战机被命名为歼15S 是歼15的双座教练机 预期将和单座版歼15战机一道 先在陆地上训练 然后再转移至辽宁号航母上 进行起降训练 不仅如此 还有观点称 对于精确打击 空中指挥与控制 以及反前站这些复杂的任务来说 配备两名飞行员的歼15S 显然比单座型歼15更有吸引力 不过 就在双座型歼15S曝光后不久 又有媒体称 我国康能正在研制另外一种双座版歼15 和歼15S不同的是 它将两名飞行员的位置从前后串联 变成了并列布置 总体设计与俄罗斯的苏34和苏33UB基本类资 甚至有媒体报道称 我国计划在歼15并列双座机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 类似1A6B载容的公式 能够承载四名成员和三套小空器 具有较完善指挥引导功能的 舰载预警机 前不久我们国家曝光了双座版的建设物 而我们发现它是非常传统的串列双座 而有消息说 未来我们国家还会研究并列双座版的建设物 对于这样一个消息 您怎么看 以我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发展并列双座的建设物 和教练型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并列双座和串列双座 看起来就是一个前后一个左右的问题 但是从设计上来说 变化是很大的 单座的战斗机改成串列双座 应该说难度不是很大 飞机稍微加长一点点就够了 没有加宽的问题 对并列双座就不一样了 并列双座前机身变宽了 否则你并不下来 旁边多了一个人你下不来的 为什么你看苏34和苏27比 它叫压嘴瘦呢 就是为了塞一下并列双座 把前机身给变宽了 因为宽了之后显着就扁了 就成了压嘴瘦了 所以你要是研发 或者说在一个正常的战斗机的基础上 发展并列双座型的话 这个的重新的设计量是相当的大 当年我们的飞豹战机 那么空军也曾经提出来 我要并列双座的 当时海军提出的研发的要求是串列双座 那么航空工业部门就围了难了 倒腾来倒腾去 最后始终并列双座倒腾不下来 那么最后甚至一度 就是空军说你并列双座没有我 不要了 那么最后海军航空兵接盘 那么海军航空兵接盘 这个串列双座用起来 发现还不错 这样才又返回来到空军装备 所以由此可见 改并列双座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按照传统来说 应该是并列双座 因为你武器操作员使用武器的时候 我指示目标 那么这是传统攻击方式当中 作为任何一个武器攻击员 我提的要求 那么你如果是串列双座 我的飞行员肯定在前面 攻击的武器驾驶员在后头 那我没法支持目标 我只能看着雷达屏幕 我心里不踏实 那么反过头来 你如果说调过来 你的武器操作员在前面 飞行员在后面的话 飞行的操作特别是起降的时候有麻烦 我原来飞过一次出教六 出教六的时候 按说应该是教官在后边 觉得在前面 对吧 但我飞的是后 因为我没有以前的飞行经历 最后教官说 你要是坐在前面 我坐后边 咱们上就容易 下来就麻烦了 可能下这下 谁也下不来了 最后怎么办呢 他坐前面把我带上天 然后要落地的时候 他来接岗 就是中间飞几个盘旋鞋动作 空气上飞几下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 他就是不管我来飞几下 因为我不需要直视前方很多 我知道飞机带来姿态就可以了 正到旗舰那块的话 他一飞机一降落的时候 我在后边是看不见跑道的 这就是个问题了 所以说 一支军队 如果他是偏重于传统 他会要求并列防纵 反过头来 咱们说这些年 电子技术发展很快 以前咱们说 你看不到目标心里不脱底 现在你看着这大屏幕 看着红外成像的影像 甚至是电视的影像 也不比看着实际的目视效果差多少 甚至可能比你实际目视看得还清楚 比如说地面 要是可监督不好的话 我看着一个红外影像的 远红外成像的东西 可能很清楚 对 你这种眼还反而不行 因为现在我们飞机上的吊舱 探头 性能都非常的棒 你比如说在北京 就今天这个雾霾天 今天雾霾天很重的 雾霾天 按照咱们水平来讲什么 二十公里之外 我看一棵树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二十公里外一只鸟 一只大雁飞回去 我看得也非常清楚 你这种眼看是没门的 我根本看不见一只大雁 那只鸟飞回去了 我谁知道 但是我用拿这张仪去跟踪 跟得非常非常准 而且目标者一出现 都不用人去盯 设备自动捕获 连续跟踪 那你后边的人的负担就很轻了 这时候你还要求什么人 目视直接接触 没必要 而且现在我们也不是扔炸弹 我们也不是扔炸弹 是几十百公里导弹就出去了 反舰弹都是 你看现在我们看 沃沙反舰弹 一两百公里射程算近 那都是离日对方军舰 三四百公里就开了火的 我要严格的军舰 什么目视接触 有意义吗 没记忆了 所以这个并列双座 在我们国家 有没有这种实际的意义 其实还是值得谈讨的 另外刚才我们其实一直提到 这次在叙利亚反恐行动当中 表现出色的苏三四 其实在苏三四身上 有一个与其他的战机 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 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 苏三四一鸣精神 其强大的战斗力 成为苏式战机家族 又一张闪亮的名片 不过相比苏三四 在叙利亚战场上的突出表现 人们更关心的 却是该机身上一处 独具匠心的设计 苏三四首战叙利亚 强大战斗力 变身恐怖会议的客星的同时 为何会被称为 带厨房和厕所的奢华飞机 卫生间也就是一人站在那 就是还有休息空间 反正一往那一站 能够办点小事情也就OK了 俄罗斯战机外形千变万化 不离其宗 苏三四 是否真的只是放大版的苏二七 什么苏二七啊 什么苏三三啊 苏三二啊 苏三四啊 苏三五啊 这统统都是一个马出来 苏二七家族持续数十年的成功 到底说明了什么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俄罗斯发动空袭 压嘴兽首次参战 与众不同的苏式战机 将会发挥怎样惊人的作品 实际上真是对低空低速性能的话 苏三四搞不好 另类外形备受争议 夸张设计起死回生 曾经被打入冷宫的鸭嘴兽 到底走过了怎样一条 从未曝光的逆袭之路 一架飞机24小时 飞了三个起落的话 它加上空中巡逻时间 你这等着飞机会怎么心 11个外挂架 明朗朦目 8吨弹药 投射死神之吻 重返战场的苏三四 能否成为俄罗斯新一代的炸弹卡车 小散目标 拿大半斤就炸 毕竟还是点 亏了一点 精度也不见得特别高 我国首款舰载机殲15 是否正在打造国产版苏三四的秘密计划 沙场推出 浴火重生的鸭嘴兽 正在播出 一般来说 人们对民航客机的要求是噪音小 乘坐十分舒适 最好要有豪华的厨房 能够在空中享受奢华大餐 而战斗机由于要求优秀的飞行性能 和强大的作战能力 体型一般都较小 在享受和舒适方面是能省得省 给了飞机甚至连人都省掉了 变成了无人机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在苏三四战斗轰炸机上 俄罗斯飞行员也能享受到类似客机的服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苏三四是苏霍仪公司为俄罗斯空军和海军设计的新一代战斗轰炸机 在设计之处 又要求它能飞行数千公里 对敌方重要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为此苏三四必须具备超远的航程 而为延长航程 苏三四配备了三个机身油箱 一个中印油箱和两个外面油箱 在没有外挂油箱和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最大航程可以达到4000千米 进行一次空中加油之后 该机的航程更是可以达到7000千米 成为全球飞得最远的战术飞机 据媒体报道 2002年9月 俄罗斯曾经做过苏三四的长时间制空实验 让两名飞行员驾驶着苏三四一直在天上飞 一架1278空中加油机不足加油 最后苏三四竟然一直飞了15个小时 最终还是考虑到飞行员的疲劳时 才不等于任意 超长的续航时间和超远的航程 虽然意味着苏三四具备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由于预期这款飞机要在空中进行长时间的作业 苏霍仪公司竟一反常态地考虑了机组的舒适性 在弹射一后方留出了一人高的空间 从而是飞行员可以站起身来 甚至可以躺下睡觉 而更出人意料的是 苏三四还在驾驶舱后方设置有简易的冰箱和微波炉 甚至还配备了一个小型的厕所 这在其他战术飞机上都是十分少见的 我们说如果在客机上有厨房和厕所 这个非常好理解 包括如果在空炸机上出现 这也能理解 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 但是如果像苏三四这样的小型战机上 有厨房和厕所 那应该是非常奢侈了 那您觉得在苏三四上 真的像传言当中所说的有厨房和厕所吗 厨房可能有 但是会非常非常小 也估计就是个食品夹着装置 什么微波炉 或者是类似于烤箱之类的玩意儿 不会太大 卫生间也就是一个人站在那 就是还有个休息空间 反正一往那一站 能够办点小事情也就OK了 基本上也就干这个 因为你飞机就这么大的空间 你这样搞得像波音西三七那厕所 对不起肯定没有空间 摆不下 我们没见过他的厨房厕所什么样子 如果建了之后 你可能会 大失所 对 可能所谓的厨房 没准就是个微波炉 而且比咱们平常家用微波炉 还得小一号 所谓的厕所可能就是一个某种装置 那么你要真是解决大问题 对不起 还是你唠了地在说 飞机上咱们都知道空间和重量都是极其珍贵的 你有这么点空间 能够利用好了装油或者装弹 那效能都会大很多 他搞这个玩意儿 我感觉的可能就是考虑到要苏34远距离打击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我通过空中加油方式 一飞7000公里甚至更远的过程中 为了消除一点飞行员的疲劳 中间缓解飞行员 但是我始终感觉 为了给操作人员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这是有必要的 但是不是在什么武器上都有必要干这个事 就这点东西 对提升它的持续的作战能力和持续飞行能力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媒体之所以强调这个东西 关注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强调苏34 已经不像一款战斗机了 更像一款轰炸机 实际上它是像大家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 强调这一点是不是在提醒着大家 苏34很多的作战任务会是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强调的还是远程大动身打击 苏34它实际上在苏347的基础上 是朝轻轰或者是远程攻击机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在改 所以说我觉得它是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苏34更像一个轰炸机 而且我们说尽管厨房或者是厕所 并不是名副其实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厨房和厕所 但是对于整个战机的这个战斗力确实会有很大的提升 而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布局之外 其实在苏34身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苏34机长21.94米 一展14.9米 机高6.5米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44吨 而苏27机长21.93米 一展14.7米 机高5.93米 最大起飞重量33吨 从数据对比来看 苏34不仅在体型上要比苏27整整大出一圈 甚至在最大起飞重量上比苏27要高出10亿度 这差不多是一架中型战机的重量 不过苏34虽然体型大 重量多 但是就整体外形而言 除飞行员坐舱外 它基本上与苏27没有太大区别 因此苏34保持了苏27加速机动性好的突出特长 甚至继承了眼镜蛇机动的绝活 可谓是战斗机的身 空炸机的心 而实际上 从1977年5月20日首飞以来 数十年间 苏27已经发展出苏30 苏32 苏33 苏34 苏35 和苏37等十几个不同型号 虽然他们担负的任务千差万别 面试的时间有些有多 但是从外形上来看 都保持了苏27一贯的造型 基本上没有太多变化 苏27 苏32 包括苏33 苏34 尽管编号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们发现 在外形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像我们这种外行来看 基本上如果飞在天上 看不出太大的区别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在地上还能看出来点 它机头一个是扁的 那个是远的 如果飞在天上真是不好区分 那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上 别管什么苏27 从苏27开始 什么苏27 什么苏33 苏32 苏34 苏35 这统统都是一个码出来的 都是苏27这一个系列当中的 说实在的 他们这些所有的飞机的型号 都可以叫做苏27的改进型 那么之所以 我这么一块的改进型 这说明苏27这个基本的型设计太成功了 正是因为相当的成功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改进的余地 就相当的大 如果大家留心看一下历史上的话 历史上越著名的 越成功这种设计的飞机 改进的衍生型号 就越多 就越多 没有哪一个飞机说 我这个飞机太好了 太成功了 你找不着衍生型号的 所以像苏27这样 这个衍生型号如此繁杂 而且跨度如此次大 从战斗机到这个 这个攻击机 甚至是接近于战术轰炸机 这样的跨度的话 应该说苏27的这个基本的 其他外形的设计相当的优秀 那我们看到这一脉相承的 苏27的外形 正式印证了这个苏27 它设计的成功的体现 那您觉得苏27的成功 究竟说明了什么 我觉得还是说明了 整个苏联的军事工业的 一个很深的工地 尤其是气动 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工地 实在是太深厚了 你想它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是比F15晚出了几年 它目标也是对好F15的 但是一出了之后 它表现中的气动性能 一个个玩出来 都是让人瞠目接受的机动动作 说明什么 说明上俄罗斯人 即使在没有复杂的计算机 仿真条件下 它的基础理论工业水平 掌握得炉火纯青 才能够在 西方看来 相对简单的基础条件下 能把所有技术 给整合到这种程度 而且这个平台的上升空间 如此之大 它也有有点前瞻性的 但是翻过来也说明 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成功 经过这么多个改型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了 它还在苏27的老底上 不断的改 一直在吃老本 吃老本 就是老本问题了 如果说是俄罗斯 还有很强的工业实力 和经济实力的话 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蓝本 在新蓝本上 在发行初期 一个野生型号来的 就是我们两面去看 第一 它成功 确实是成功 但这个成功属于当年 而不是现在的成功 恰恰是这么多的野生型号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计划 什么SM SM K 最后它整个命名规则 弄的事就不是一个极其研究 砖的很深的人 搞得了那命名规则 那么多繁重 繁重型号出来 都是原来一个出来的 所以它也没有一个更成功的 平台 让它去做这种野生 所以两个角度看 所以这是好 但是一个成功 但从更长一点来看 从未来来看 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东西 苏-34战斗轰炸机 从最初研制 到真正大规模列装 再到真正投入实战 足足有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多年中 全球有多少战斗机项目 由于各种原因被废弃 然而苏-34战斗轰炸机 却熬过了受冷一两分钟 开始焕发出 它勃勃的声息 至于在它的面前 是胜利还是失败 是光荣还是挫折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